花蓮市发生一起砸车的纠纷 一名零性驾驶把爱车停放在路边过夜 没想到隔天一大早要牵车 却发现车子的车窗玻璃后灶镜全部被砸毁了 他赶紧报案 警方循现抓人发现砸车的居然是车主的朋友 原来是因为双方日前喝酒起了口角争执 嫌犯过了两天之后还是气不过 看到被害人的车停在路边就愤而夹车 三名男子气冲冲的走向白色轿车旁 先是确认车门没上锁后 立即转身到后车厢拿出一根棒状物 接着就往车窗玻璃后照镜等多处猛砸 而这起案件就发生在周二上午 花蓮市一名零星驾驶把爱车停在路边过夜 没想到隔天一早牵车时 却发现爱车有多处损毁 警方循现抓人发现砸车的竟然是车主的朋友 在花蓮市国联五路上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 遭三名男子砸毁 经警方调阅禁止计划面锁定涉嫌人 并通知道案说明 那取等表示 因酒后与车主发生口角 进而对其所有之四小客车发泄 全案依刑法复损罪嫌 移送花蓮市检主侦办 和朋友喝酒没想到却引发口角争执 之后更衍生出砸车纠纷 这冲动的代价不仅仅是得依损毁罪移送 还得付单一大笔的赔偿费用 实在是得不偿失 记者 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 刚才肯定期负责 在客业时 亡孔 在客业债留城 拓 Nick